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重量惊人的巨石打造宏大的神秘建筑 这些令人惊叹的旁人大物体现了先民们怎样的世界观 在辽东半岛有这样一种神秘的古建筑石棚 它由巨石搭建而成 由三块巨大的历史板相互只靠在一起 撑起上方的棚盖 到目前为止 在辽东半岛已陆续发现了一百多座石棚 银口盖州石棚山石棚 是其中最大的石棚 仅盖石重量就达到数十吨 尽管发现了如此之多的石棚遗迹 但是石棚有何用途 又是何人在何时所造 却一直扑朔迷离 近年来 考古工作者通过细致的挖掘和研究 发现大部分石棚所在地都有青铜时代遗址 所以专家们推断 辽东半岛的石棚多数应建于大约三千年到四千年前的青铜时代 然而 这并不能解答人们心中的疑惑 三四千年前的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 仙民们是如何将这些庞然大物构成建筑的呢 他们又为何要这么做 即便在今天要建造这样一种建筑也绝非一世 需要彩石 起运 打磨石材等多到施工环节 更需要一定的设计 加工技术和工程组织管理水平 更何况在几千年前的青铜时代 这些石棚经受了几千年风雨侵蚀 到现在仍基本保存万好 它们是用花钢岩建成的 表面十分平整 显示出人工精心打磨的痕迹 很难想象 在生产力和科技水平都很有限的情况下 当时的仙民们为建造它要花费多少血汗 在当时没有任何机械辅助的情况下 仙民们是如何运送几十吨重的巨大顶石 并准确平衡地把它摆放到三块壁石上的呢 考古工作者发现 在石棚的附近都有河流的存在 于是一个推测便产生了 仙民们很可能选择冬天来建造石棚 因为在冬天可以用水使道路结冰 再将原木垫在巨石下面 利用冰的润滑性和杠杆原理 让巨石在原木上一点点滚动前行 而如何将顶石架在三块壁石上的呢 专家推测 仙民们首先在山顶岸壁石的轮廓挖出壕坑 并将壁石置放其中 再将顶石岸位置放在上顶 然后将巨石周围的石土清空 这样石棚便形成了 如此浩大的工程 蕴藏着仙民们出色的智慧 但花费如此巨大的精力去建造这样的建筑 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在世界各地有许多如同石棚一样的巨石建筑 它们往往也都是在几千年前被建造 采用的石料体积也都十分巨大 专家推测 这类巨石建筑很可能是远古先民 表达崇拜自然的一种形式 在原始社会 人类生产水平低下 生活环境恶劣 自然从衣食住行各个层面 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基本依托 因此仙民们在残酷的生存环境下 逐渐产生了对于自然力量的敬畏 为什么说就是这个石棚要建成这个样子 为什么有这么巨大的一块石棚 作为它一个顶部的盖着 可能当时人的意识当中就有升天的这种盖 生活在山岳 大地的先民们对大地的主要构成物质岩石 更是产生了巨大的崇拜之情 因此 人类通过用巨石打造建筑 并使用这种建筑进行的祭祀 祈福 以祈求大自然的诱惑 在几千年前的先民们 就产生了这种意识 看来大自然真的是具有巨大的魅力 石棚蕴藏着丰富的精神内涵 与深远的建筑价值 是远古先民高超智慧的先民体现 而辽南地区存留的世界上内心最全 规模最大 保存最为完好的石棚建筑 也印证了辽和流域在原始社会 就已经具有高度发达的文明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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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